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确实没有想到能走到总决赛的第二轮 我现在感觉我可能要 就彻底告别我以前的生活了 所以说现在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的生活 然后刚来上海的时候呢 讲的第一场透过秀 只有三个观众 我这吓了台才知道 那三个观众也是我们演员带过来的朋友 就我们那时候演出 竟然出现这样的那种局面 就是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 由于观众没有档期 演不了了 刚开始就是这样 那后来就随着我们演员数量的增加嘛 我们的观众也就越来越多 就慢慢的从三个人增长到 什么五个人 六个人 七个人 这个样子 就怎么说呢 就我这么心情演下来 就什么样的小场面 我没有见过 然后呢 这个行业现在也变化越来越快 前两天我还获得了一个 中国脱口秀界非常高的一个荣誉 而且没有人不服 就是我是中国脱口秀第一个 从舞台上掉下去的演员 就我往前迈了一步 直接从舞台上掉下去了 那是一个特别大的剧场 我正讲着呢 什么样的小场面 我没有见过 就下去了 就直接 直接用行动证明了 大剧场却是没有见过 后排没有仔细看的观众都傻了 心想脱口秀这么火了吗 演员都开始跳水了 那你倒是往这边传呀 人哪 前排的观众更激动 纷纷操出手机来拍照 这也太好笑了 根本没有人扶我 甚至还有一个人站起来喊 再来一个 其实呢 明星开演唱会 很多人都同舞台上掉下去过 什么陈奕迅呀 林志炫呀 都掉下去过 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才掉下去呢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 竟演小舞台了 就只有十公分高 那都不要掉下去 就要走下去了 所以当时我掉下去的时候 我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们离明星又更近了一步 就我往前卖了一小步 脱口秀卖了一大步 我掉下去了 脱口秀站起来了 然后我从地上站起来之后呢 我就赶紧摸我的身体 看有没有摔坏 赶紧摸脸 摸一摸周杰伦的脸 还没有摔坏了 然后我一边摸一边 还同时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一想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摔成这样 还能接着演吗 如果不能演的话 是不是需要给别人退票呀 我一想到退票 立马就好了 因为票钱我们已经花了 回家之后呢 我就去搜我当天演出的那个照片 然后我就发现 真的有人发我 趴在地上的那个照片 就那个照片看上去 真的特别的心酸 就真的特别的像 脱口演员跳水 没有人接 然后下台之后呢 我同事就关心我 就问我疼不疼 我当时快疼哭了 但我坚持说不疼 因为我知道 如果说疼的话 这就是一次舞台事故 但我说不疼的话 这就是行为艺术 就无论生活有多少苦 你只要不喊疼的话 你就是个艺术家 然后自从我掉下去之后呢 每次演出前 制作人都会跟我们强调的内容 也都变了 对别人都是 你注意你的台风 你注意你的内容 何广志 你注意安全 别人演出 我怕氛围掉下去 你演出 我怕人掉下去 说了这么多呢 最后我还是希望 我们能走向更多 更大的舞台 然后希望每个演员呢 都能在演出前收到一句 今天舞台太大了 你要注意安全 谢谢大家 我是何广志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庞博 最后一场了 我想用我这几年 写过的一些段子 跟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大家好 我是庞博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是交大毕业的 我是交大毕业的 因为我长得又高又帅 所以大家都叫我 交大毕业生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是色弱 这是一种绝症 但是我爸总觉得 这件事是 你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 来改善自己的 所以当时我刚从医院 确诊出来 我爸就带我去超市 给我买了一套 144色的水彩笔 但当时我还是很感动 觉得我爸好爱我 一下给我买了 12套12色的水彩笔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关心 色盲色弱 到底能不能考驾照 其实按照规定来说 只要你能分清楚 红绿灯 去专门的医院做体检 就可以去考驾照 而且我的驾校教练 曾经给了我很多的信心 他说 你这个我见多了 没有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好不好 所有的红绿灯 都是红灯在上面 绿灯在下面的 跟我念 上灯停 下灯行 有件事 瞒了你们很多年了 我结婚了 过来人奉劝大家一件事情 结婚可以 千万不要随便拍婚纱照 放在家里真的太占地方了 处理起来又非常的麻烦 首先我也没有关系好到 能把婚纱照当礼物送的朋友 是吧 我也不能直接放在 二手网站上卖掉 是吧 更不能直接扔垃圾桶 是吧 不然邻居看到就会说 他们公司也太灵了吧 你们应该还记得 我初中的时候 跳过健美操 来一段 来一段是不可能了 真的 完全不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你应该只听说过健美先生 从来没有听说过健美操先生 而且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 那已经是我一生中 运动量最大的时刻了 工作之后 大家都没有什么时间锻炼了 我现在每天 运动量最大的项目 就是吃健身餐 健身餐吃着也太费劲了 对吧 健身餐是我吃过的所有东西里 唯一配得上 让我用咀嚼这个词的 我经常吃着吃着 就跟旁边的碎纸机共情了 你知道吗 嚼到最后 我感觉我的咬机就在我的耳边 再这么嚼下去 我就是你全身最强壮的肌肉了 我觉得健身餐这么难吃 还卖得出去是吧 就是因为现在出门啃驴花袋还违法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是个程序员 真的 时间过得好快 我现在自己都快忘了自己当过程序员了 有一天我拉开我的衣柜 我说这些格子衬衫都是谁的 我都说程序员喜欢穿格子衬衫 但我觉得很片面 难道我们冬天就不是统一着装的了吗 程序员到了冬天特别喜欢穿冲锋衣 我也很费解 明明是世界上最不需要冲锋的职业 之前我们公司团建统一发的冲锋衣 两队在那比赛爬山 一边穿着蓝色的冲锋衣 一边穿着黄色的冲锋衣 旁边的游客都很疑惑 山上有这么好吃的外卖吗 如果你们熟悉我就会发现 这个段子又像是我写的 又不太像是我写的 因为这是第一季透口球大会的时候 我写的段子 而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作为一个透口球演员 写过的第一个段子 你们有人知道 有人不知道 我是一个河北人 我们河北一直是一个 没有太多存在感的地方 我觉得这件事 媒体有一定的责任 因为新闻里提到河北 往往都是北京 天津 及其周边地区 就是这个段子 让我相信自己 能成为一名透口球演员 陪透口球大会走国四季 我做到了 谢谢大家 这个它变得通 casual感最好 比你神经的 掌声欢迎最后一位 周琪莫 好jugor搞 冠冠来了 冠冠已经来了 大家好 我是周祈默 想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 这一季呢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选手是杨波 但是他没有走到总决赛 让我非常的遗憾 所以我跟导演组商量了一下 把我第二轮的名额让给了杨波 让他代替我出战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杨波 抱怨 哈喽 我是杨波 周祈默一直很鼓励我 他说杨波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看好你 这个风格如果你不可以 我也可以 他太像我了 比我都像我 太牛了 周祈默之前 是做出国留学考试培训 是教英语 他帮助很多中国学生 都成功地留在了国内 他虽然教留学考试 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出过国 只去过冰岛 我喜欢你们 可以可以可以 很聪明 很聪明 我们继续 周祈默从小就很爱模仿 有一次学校开联欢会 老师让全班同学 挑一个水浒传里的人物扮演 周祈默就选了里面最壮的一个 刘欢 你们可能会想 为什么我对周祈默的过去 这么了解 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疑问 那可能是你傻 因为他在扮演我呀 周祈默跟我说 他在比完决赛之后 想去跑马拉松 我说祈默 马拉松 你就不用争第一了 因为在我心里 脱口秀 你已经排第一了 不用等了 这里没有反转 当时我俩正聊着天 然后柏阳走过来 他听我俩聊了一会儿天之后说 马拉松 我最不理解的运动 就是马拉松 当年雅典跟波斯打仗 打赢了 然后派了一个跑得最快的士兵 连着跑了42公里 把胜利的消息带回去 然后当场累死了 我不理解的是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所有人的反应 不是 人 不要连着跑42公里 会死 这是胜利的极限 大家的反应居然是 要不我们都试试 传个局 你想一想 这个士兵如果在天有灵 每年看到那么多场马拉松比赛 他什么心情 每一个过了终点线的人 仿佛都在跟他炫耀 哥们 这有什么男的 这怎么会死人呢 你热爆了 诶 建国 你怎么来 因为咱们两个是搭档嘛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就接着不让 再往下讲了 其实这个士兵 当时已经很了不起 因为当他回到雅典的时候 他先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胜利了 雅典得救了 然后才倒地死的 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特别懂得 什么叫优先级 因为但凡换作是我 忽视带喘 跑了这么久 回到雅典 我说的第一句话 肯定是 水 妈呀 渴死我了 然后啪 倒地死了 就剩下那些雅典人 围着我的尸体 在那纳闷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大老远跑过来喝口水 前面打的什么仗 口罪仗吗 原来你真爱笑 对 就是肚子爱笑 行了 行了 不让杨本 咱们仨说的差不多了 把舞台还给周希墨 周希墨 大家好 我是周希墨 走到这儿啊 已经有很多人被淘汰了 怎么说呢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虽然有很多人 很多演员被淘汰了 但其实 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 走到总决赛的 我给你们解释 比如 如果没有杨博的表演 就没有我今天的表演 如果没有建国成路 帮我改稿子 就没有我决赛的两篇稿子 如果没有Rock 对我的鼓励 那对我也没啥影响啊 有影响 你听他鼓励 你想死 你知道吗 加油 我只想说啊 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 就像刚才弹总说的 我们不是对手 我们是竭尽全力 相互扶持 做了一场喜剧秀 给大家看 我们这些人 永远是一起的 我们跟你们 也永远是一起的 是喜剧让我们相聚 谢谢你们 Poker秀大会 年度季军的票数 我说实话 我第二轮备战的时候 特别地放松 那可能是我 这一季以来 演过最放松的一场 因为我真的觉得 结果不重要 比去年开心的是 但是我觉得今年演的 比去年好 没有什么遗憾 一上台 演员和观众 给我的那个反应 就让我一下心里有底了 就一下放松了起来 就感觉玩起来了自己 138票 这是我 好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何广志的名字是谁 很棒了很棒了 恭喜广志 获得第三名 很棒了 有请有请 广志在这一季 不知道跟许志寿 有没有关系 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最后第二轮的表演 稍有不足 但我相信 就像他自己说的 他已经很满意了 我们的恳求是 请您不要这么满意 明年还想看你 更精彩的表演 恭喜广志 年度第三 聊两句呗 其实我今天 主要就是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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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今天 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今天就死而无憾了 因为我已经这么帅了 我帅就可以了 然后主要帅 能这么帅 还是得要感谢致胜 因为能把我 成科的这么好看的人 也确实不多了 很难遇到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 我明年肯定还会来的 因为我觉得 我还可以再进步 然后我还要 继续挑战自己 然后明年还要再 写出更多好的作品 给大家 谢谢 谢谢广志 明年再见 谢谢 你摸一个 你摸一个 有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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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站在决赛的舞台上 然后你旁边全是你认可的演员 他们在欣赏你的表演 就觉得自己已经达成了脱口秀的最高的成就 就是演给你最喜欢最欣赏的那些人看 那些人全是你的朋友 何广志 他的表演非常有自己的代表性 但是你能从他段子里感到 随着他在脱口秀方面事业的上坡 他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定型的过程 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成熟的演员 就我也替他开心 这一次他在台上得到了所有人对他帅的认可 我想他心里肯定是开心的 而且我也对他进行了认可 就是我的认可应该对他很重要 我说光泽 你确实比我帅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 而以我这个长相你们也看得出来 我又特别擅长吃爱情的苦 就每次有同事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 我脑海里都会飘过一句话 就鼓舞语成北徐功 孰丑 谢谢我是何王队 谢谢你们 谢谢我是何王队 谢谢你们县日 谢谢我是何王队 谢谢 来 两位别都折磨了 一起来到舞台中央忙 我这真的实话 是我第二轮演到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时候 我心里突然在想 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现场还是效果挺好的 但是很快我就知道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琪莫的会讲什么 我是知道的 他一定比我好 已经完美 就非常完美 我想让大家看见的都看到 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冠亚军的票数分别是多少 老黄的也很不错 默哥的这个尤其顶 庞默哥太帅了 成了一条线 把自己这几年的东西穿了起来 虽然说那有些段子 确实能看到当时写的时候的字内 但是确实是好笑的 这就是天花板的实力 就是我不但会观察生活 我还会观察人 我可以把每个人观察的细节特别到位 并且还能模仿出来 我觉得这个太强了 这个真的天花板 天花板 不服务性 不服务性 excess 再底下 椅子 我赶 mang 就很心軟 但是你不承软 白石 许致 伤感 所以想准备猛 请陪脱口秀大会 走过四季的磅礴 给我们整点 别整煽情了 不整煽情了 很高兴拿到这个 王建国杯的冠军 第二名还是厉害的 非常厉害 我觉得这个第二名 比我第一次拿到的第一名 对我来说还重要 非常开心 我觉得 秦莫之所以厉害 就是 他已经把我想说的话 都已经说完了 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我们就是这么一群人 我们就是这么一群人 我希望我们 我希望我们永远 善良 荣愿 真诚 永远都在一起 谢谢大家 谢谢彭博 明年再见 彭博也是我看到他从一个新人 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所以我觉得 他的这个努力 包括整个演员的这个状态 是处在他最好的这个状态 所以其实对彭博来说 现在才是一个真正的开启 和一个真正的开始 我觉得他太棒了 我太佩服他了 四季走到这儿 还能带给大家这么多欢乐 带给大家惊喜 幽默陪你走过四季 这个土皮就太适合了 你知道我拉开抽屉的时候 二十多个礼回 拎着四十多把大斧 就这样看着我 是吧 我们的哥哥呢 而且这个发型很神秘 有一种神秘的美感呢 就是每次就是 你远远看 你是不是以为我有头发 来来来来 惊喜 就是再方便 再舒服 你也不用直接在马路上就 这样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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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经典快乐加冕 恭喜周期末年度冠军 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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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激诚老师 期待您的专场演出 谢谢谢谢 言达 语声 要提倥 要提示 瓜哥 周老板 周上刚刚已经说得很好了 也想听周老板再说两句 我这个时候很恍惚 我真的非常感谢笑狗文化 真的非常感谢 因为非常真诚地说 我今年的事业的巅峰 都是在笑狗文化完成的 首先我上半年 做了一个千人的专场 走了二十几个城市 那是我线下的巅峰 然后今天我又拿到了这个冠军 这是我线上的巅峰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太幸运了 我非常感谢笑狗文化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我们的荣幸 我们的荣幸 其实这个行业在我 就是越来越好 在我身上是体现得很明显的 但其实我希望的是大家都好 我希望的是明年 就有更多的人 去做千人的专场 我甚至希望 有比投舞球大会更好的节目 然后更多的节目 让我们这些演员都能够 都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舞台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找一个人吧 那个程彤过来了 因为程彤在上一次结束之后 在我们家 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 说了一些话 我觉得今天还挺合适的 都忘了 都忘了 说了什么话 不记得了吗 程彤每次喝多了 说的都很到位 但是他都忘了 我觉得跟周老板 今天说的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舞台呢 好像是门槛 是必须的 留到最后的是一个字 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是真吗 是真 真还是真 就真啊 真是 真是真的啊 但是我觉得脱口秀 是一个真诚的游戏 它虽然是游戏 但是是最真的 就是我们这些演员 私下里也都是最真的 我们所呈现出来了 也都是最真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 一直真下去吧 就做一个真人 做真人 好的 脱口秀大会第四季 我们小小的闭幕室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 最新的效果脱口秀训练营 要开始招募了 欢迎大家到效果小程序 还有效果的公众号去报名 明年的舞台 好吧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一下 就像周老板说的 我们今年稍后 还会做一些新节目的尝试 反跨年也会做 谢谢大家的关注 今天的闭幕室 后面还有彩蛋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些演员 准备了很荒唐的节目 大家一起看一下 明年再见 拜拜 在这一季 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感受到了脱口秀的力量 首先是我们各行各业的人 更多的就是每个人都能十五分钟脱口秀 我是来自陕西的一名美兽 纪念机的博士生 街舞赛事主持人 阳目培训老师 交警支队的一名交警 来证生物学家 然后就是希望更多的人来 收获特别大 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我觉得李淡和孝果 他们在做一个挺了不起的事情 他一下子放松了这么一个门槛 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尝试 因为大家都知道高手在民间 只有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才能从当中选出真正的高手 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漫漫长路》才刚开始 我相信这三个月 对于参赛的脱口秀演员来讲 一定是特别忙碌和特别疲惫的三个月 但也一定是收获最多的三个月 我觉得这一季最大的收获是朋友 他们让我知道了 还是有很多事情是值得你去做的 值得你去付出精力甚至生命的 我们多数人其实关系都很好 我们会帮他改稿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梗 每一个好与不好 背后都是无数人在努力 很和谐 就是有在这个行业很可贵的地方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爱 这种感觉太好 大家给我的这种认可 给我的这种爱 是一个演员非常非常需要 同时又其实挺难获得的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全部 就是生命的意义 不夸张 就是这样 真爱无敌 感谢大家喜欢脱口秀 我们加油 快乐就够了 不要问为什么 爱笑的人心情不会太差 希望大家能够加油吧 一起享受这么一个狂欢的party吧 我喜欢你们 我们继续 感谢观众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你们陪我们走过四季 我们说出来的每个段子每句话 都是所有人的努力 感谢每个人的付出 包括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 我整个人变得状态很好 非常感谢脱口秀 就是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希望大家也继续支持我们 第四季结束了 我们拜拜 周期末 脱口秀大会第四季 全部后台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